Hello,大家好,我是幸运,我又来了 在家待的实在是太无聊了 所以呢,我打算来一个周边游 就是在家附近的方圆500公里以内 说实话呀,自家游这么长时间 很多的地方呢,我都已经去过了 唯独自己的家乡没有好好的去欣赏一下 因为现在手里没有房车 所以呢,我不打算去太远的地方 接下来呢,我也会开着我这个小车自家游呢 晚上呢,也会睡在我这个小车里 因为我这个车实在是太小了 为了让空间大一些,睡得更舒服一些 我想了一个办法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习一下 我给大家讲一下 我之前是怎么在轿车里睡觉的 之前呢,是把前座椅呢,给放平 然后铺一个板子 但是啊,每天睡觉之前呢 都要把板子给铺起来 开车的时候啊,还要把板子给放起来 比较麻烦 今天呢,我想出了一个办法 不用每天都铺板子 还有收板子了 这个办法呢,就是把后座椅给拿掉 让它和后备箱灌通 这样呢,就可以在后备箱这里睡了 空间也特别大 我演续一下 放倒了之后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它跟后备箱啊,是灌通的 一会儿啊,我就准备把我这个垫子给铺上 这是我今天花80块钱买的垫子 还挺厚实的 我呢,一共买了4米 然后给它多铺几层 这样啊,睡起觉了呀,会很舒服 因为比较软 我已经折好了 把它给折了4层 把它给从后备箱这里啊 放进去 还挺难弄的 给我整了浴身汗 我上街试一下 刚扑上啊,不怎么板着 劳王几鼓 我估计啊,睡两天之后 它就能给压下去了 还是挺爽和的 一会儿躺起来 看一看 还能滚三圈 这个方法呀 只适合瘦的人 只要胖人的话呀 可能就会卡在这了 但是我还好 这样啊,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每天呢,都要收板子 还有铺板子 这个呢,就方便了 卷吧卷吧 这个垫子啊 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平 到时候呢 我再找点东西 垫到底下 享受啊 也特别的简单 两分钟就把它给搞定了 这样,把它往上移关 就可以了 这个呢 在网上移出 都用不上两分钟 一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这套车呢,无非也就这几种方法 一个呢 就是在车里拉几块板子 还有呢 就像我这样的方法 还有啊 就是可以花高价 安装一个车顶帐篷 像我这种方法呢 就是经济又实惠 它不用啊 车里拉那么多的东西 就可以住得很舒心 今天的视频 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吧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